老婆大人说得对 还有 你道歉的方式不珍藏 你是不是觉得只有拿钱 才可以收买我呀 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想让这个道歉的方式 变得有新意一点 反正是夫妻共同财产 这样最多就算是内部流动 总价值是不会变的 知道了 回家吧 回家再说 那些花店里面放不住吧 那些花店里面放不住吧 要不要我去拿回来 要不要我去拿回来 回家 我已经反省过了 在困难时期 花这么多钱买花确实是不对 所以我决定 这笔钱从我的生活费里面 分期扣除 我们两个生活费 一天是两百 一个人呢 是一百 每天扣五十 扣七十天 把这个财政窟窿给堵上了 扣五十 怎么扣 从牙齿疯里面省呗 我不吃晚饭了 不吃晚饭怎么行呢 你这会喝会有肚子的 你今天晚上 不会没有吃晚饭吧 嗯 饿不饿 一点点 那我去给你煮点面 需要加鸡蛋吗 两个 所以我送你花 你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喜欢呀 超喜欢的 我都没有舍得扔 喜欢就好 你本来是打算要扔的吗 没有啊 我就是今天有点不太开心 但是我确实没扔啊 那花现在在哪儿呢 卖了 卖了 你送了花不就是为了让我开心吗 那我开心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 目的达到了呀 然后呢 我总不能等它哭哎 看着多难受呀 所以呀我还不如把它卖了 造福全人类 那你也用不着卖呀 你可以送人呢 那可不行 怎么能送人呢 就算收废品还要收钱呢 那可是你对我浓浓地爱 可不能送人 而且你是没有看到店长他们 多喜欢 跟赚上大便宜一样 再说了 卖着花还可以弥补 你说的那个什么财政窟窿 刚好你也不用饿肚子了呀 老婆说什么就是生命 你帮我看着火 你干吗呀 我处理一下资金流动 真是个可爱的小财迷 悠悠 最近又没什么客人 你来那么早干吗 我就随便收拾收拾 不过我有预感 今天一定能开张 真的假的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们可以再等等 你好 我想做个指甲 悠悠 你神了 悠悠 不过 新来的这两个小姑娘 没什么经验 你啊 多费费心 带带她们 放心吧 交给我了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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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